HELLO 大家好 我是東東 黃建東 旁邊有張新芬師傅 HELLO 你好 HELLO 師傅好 來到第九個月了 即是十月多少日呢 師傅 就是十月八日去到十一月六日 十月天氣開始轉涼 大家會開始背一件衣服 有些穿薄衣服 有些怕我穿多些衣服 師傅 我想問一下 有些人經常說 是不是那些衣袋越多 就代表聚財 是不是真的 魔術師嗎 這麼多袋 不用 不需要做這件事 反而你說到聚財 其實多幾個銀包 反而是聚財和賺錢更容易 真的嗎 是啊 即不止一個銀包 要多幾個銀包 是啊 我有幾個銀包 大師傅 現在你知道很多時候都用電子貨幣 我自己都很怕有個銀包 如果真的不戴銀包 那怎麼辦呢 如果真的不戴銀包 那你不喜歡錢呢 又不是啊 是啊 你不要說銀包真的戴著你 譬如我們都說過用長銀包 大家很多時候都會覺得 驗它煩 驗它 驚訝 所以 也有關係 為什麼經濟這麼差 大部分人都嫌 帶這麼多銀包出街 好論盡 很麻煩 我到現在都不怕的 省紙包一個 卡包一個 另外就是擺貨幣 錢幣 很多東西 那麼多幾個銀包 其實在說什麼呢 就是你多幾個門路去賺錢 不只是一條死路去賺錢 尤其是近幾年經濟這麼差 大家都用盡方法 用盡心思 我都經常被人問 師傅可以怎樣賺多些錢 其實我們可以從小的方面去做 帶多幾個銀包 當然每個銀包都有少少錢 改改少少習慣 譬如一下子你接受不到這麼多個 就是兩個銀包 很正常 可以增加你們的財運 可以改到你們經濟的方格 原來卡抽出來 放進卡包都算一個銀包 都算一個 因為我自己有試過銀包不見了 我以前所有卡都放進去 我現在就習慣 就是錢就放進去銀包 那些身分證 什麼回鄉卡 那些卡就放進去卡包 都算一個銀包 都算的 你最多裡面就放一兩張銀紙 就足夠了 另外一個省子包 就小一點就可以了 又不一定很大個很重 那已經有兩個了 如果我再聽話 長銀包也有三個 那就是說 起碼你有三條水喉賺錢 我都要快點買一個長銀包 我還未肯去買 你嫌麻煩 是啊 不要嫌麻煩 嫌錢麻煩 最後錢會不喜歡你 要小心 OK 那些衣服不用特別多袋 那有沒有說 褲袋 要不要有聚財 或者你背的袋 需要多些袋口 有沒有幫助呢 其實幫助就不大 你說起褲 我反而想提醒大家 是 我知道是潮流所興 我都看到的 褲子一間間的穿洞 是型的 我同意是型的 但是如果你去到這個位置 你問聚財 不要破財 你還穿這些褲 尤其是你那一輪 真的好像洗錢洗到倒水 你那段時間不要再穿這些褲 扭一扭手 好 等到你真的 銀包 帳帳滿滿 你才穿這些褲 這個是要小心一點 師傅 我真的很喜歡這些褲 我試過一條褲 有些同事問 你是不是被狗咬 這樣開到很大的洞 難怪這些錢就倒水地倒 所以避一避 譬如果輪真的洗多了 我們避開 暫時不要穿著 沒有可能你們丟掉 因為那些牛仔褲 買一條這些 等於買普通牛仔褲 有兩至三條 所以我們先避開 看到你OK了 穩定了 你才穿上 不怕漏了 是 師傅 有沒有帶些什麼飾物 在這個秋季 又會有幫助到多些呢 即是步入去冬天的時間 是的 去到秋季的時間 都叫做差不多 整個秋天開始軟 大家都要計數 都要再想其他事情 都是說旺財的時間 其實秋季 所以我就不建議大家去代些什麼 相反 我想你們吃些什麼 可以令到財運旺些 甚至乎運氣都好些 少些病痛 是 秋季裏面 我們可以多吃一些雪梨 和栗子 這個是可以令到運氣增加 亦都可以令到財運聚和 不過留意 雪梨千萬不要和家人分 你和朋友分沒問題 不要和家人分 為甚麼呢 分離分離 這是你的小心 是的 OK 除非 你很想和那個人分手 那你便分離 同一件事 看看你怎樣用 家人不好 情侶又不好 真的 意頭不太好 除非 真是另有目的 如果便不要亂來 另外 栗子 其實 秋天裏面 精氣神一觸 賺錢都快些 有甚麼 第一時間 抱住機會 不是很好嗎 好啊 而且秋天 雪梨和栗子 都是當做的 是應該吃多些 是的 我看流行都市 都是這樣說的 零食當頭起 所以這段時間 做這件事 對各方面都好 尤其是 還可以走運 何樂而不為呢 是 因為穿甚麼顏色 那些偏才運 又多些 打麻著 又多些 去到秋天 我們可以考慮多一點 就是綠色 藍色和灰色 是可以旺到的 我們說到打麻雀 我相信這件事 都是大部分 香港人或者亞洲人的主要娛樂 大家都會去問 怎樣可以 打麻雀裏面 我增加多一點橫材 不是偏材 穿運好一點 是的 可以做些甚麼 你可以考慮一下 在你打麻雀的時間 你準備一個歷史封 裡面要準備一些東西 你看看周圍身邊 有哪個朋友 最近運氣挺好的 譬如說 剛剛升了職 生了小朋友 結了婚 買了樓 這些都是叫做好運的人 不用多 你問他拿一元一元銀 然後就放入歷史封裡面 買了桌子裡面 裡面有個櫃桶給大家 放籌碼的 把利時封放在櫃桶裡面 這樣就可以了 哦 這樣就可以贏了那些著友 對 不過如果同桌四個都這樣做 靠你自己的運氣 嗯嗯 我想問一下 有些朋友 除了放這些之外 可能喜歡在桌面放些硬幣的 有些櫃桶也放些錢 喜歡到處都審些 一些銀幣也好 一些紙幣也好 是不是都幫助到 還是還是多此一句呢 硬幣就問題不大 不過最好我們說 就是有些東西規範著它 例如你拿個碟也好 很多個碗也好 聚著它 哦 但要留意 對呀 逢所有大部分 除了甲幻之外 嗯 所有裝錢的東西 你不要低過腰寶在地下 這個世界只有一種人 他裝錢的東西在地下 哦 我真的猜到了 我們就不想是這件事了 哦 所以你就放在起碼腰袋上 甚至乎有些人喜歡放紙幣的 有一個挺不好的習慣 男生多些東西 不是歧視男生 但我發現男生是多的 找了一些省錢回來 10元 20元 100元 甚至1000元 當它好像一塊廁紙 那些垃圾 放在我的袋上 我有時都會的 不要啊 因為的士錢 找完之後 就免得煩 明白 我寧願你對折 放下去 你都不要拿一塊 如果這樣拿一塊 第一 就真的會破財 他將錢會破爛 那你就會破財 第二就是 人子很壞 很小器 你不尊重它 它真的比你走得更快 他就說再見 我不會再回來 這樣 所以 大家在家裡 到處放不要緊 你把它放得很好 看看 不要把它捏成一塊 還有 有時我們會找到 一些錢 爛的 要不就用了它 如果你想 那張銀子比較大 五百元一千元 我不想用 在銀行換了它 盡量 銀包裏面 或者身邊 戴著 不要那麼多 破破爛的銀子 你的財運自然好 是啊 有時候我都怕 要膠紙黏著 不要啊 我寧願換 換下去是嗎 是啊 謝謝師傅你的意見 有人常說 是不是 那個袋 就是那些外套袋 越多 就代表越聚財 是不是真的呢